大家好,我是王狗 今天找了小咪 黑羽 和阿森 嗨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呢 想必有的網友 看起來一定覺得非常的熟悉 就是我之前來這邊吹童謠 錄到一個女生笑聲的地方 你們說不想哭 我說我走前面啦 我走前面我走前面 我不要走後面 後面 後面 我想問一下你們 你們有遇過鬼 或你們相信鬼之類的東西嗎 我是寧可信其有派 我沒有實際去過就是 人藝或者是廢墟的地方 所以今天算是出體驗 愛好者 黑羽咧 因為我很怕 因為我以前在廢墟有曾經遇過 你是沒有跟我講過 好像沒有 就是我是去睡的時候 就是跟小艾他們一起 去山上講鬼故事一樣是涼亭 我們做現場直播 因為不是踩到木頭 會有那種很重的壓下去的那種聲音嗎 有一個角度的聲音 往我這邊靠近 而且重點是現場不只我聽到 可是那邊沒有人 對那邊沒有人 抓住那個我旁邊的人 就是小艾的衣服 然後他就把我剝掉 因為他也聽到 然後他叫我不要動 很明顯的聲音 這個太明顯了 這是我人生 就是最接近的時候 就帶著期待 看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心情 再度挑戰這個 崔棠兒的都市傳說 GO 我們現在呢 準備要走上這個山路 一起前方的恐怖的東西 我覺得比較恐怖的是 爬山 因為你都在家裡的 我們要開始吹口哨了 好 妹妹背著洋娃娃 來囉 3 2 1 你很會吹耶 你很會吹耶 這是稱讚嗎 3 2 2 2 3 2 2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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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6 5 5 4 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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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因為他們覺得很可怕 然後男生就自己上去了 然後在上面嬉笑打鬧 吵完沿路下山 結果下去之後發現出口不是剛剛那個出口 走到不一樣的出口 他們又從外面馬路就走回去剛剛下面那邊 結果一走回去之後 發現下面的女生全部都在哭 他們就問他們為什麼哭 那些女生就都沒有反應 就一直哭一直哭 帶他們去廟裡收金 後來回去收完金的時候 看他們在上面拍的照片 裡面有一張拍到有人的背後 有一個綠色獠牙的臉 分岔路 就是這裡 到了嗎? 路到女生的笑聲就是在這裡 這條 這條路嗎? 所以我們要往這條路走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在這邊迷路了 路到女生的笑聲就在這條路旁邊右邊 下面是 懸崖 既然我是在這邊路到女生的笑聲的話 是 我們要在這邊吹一次口哨看看 好啊 3 2 1 1 2 1 1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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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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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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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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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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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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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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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的時候 嗯 這邊蠻多的 真的假的 原來 你為什麼往那邊 那個木 你往那邊拍 你再往 噢 喔 沒事 你看他閃掉套路 你不要啦 你這樣往那邊拍 我跟大家 黑羽是真心害怕 他不是效果 沒有 因為我剛剛看到 那邊 你仔細看 會有洞得很不自然的樹葉 你自己看 沒有洞得很不自然的樹葉 黑羽開始捕風作音 所以 好 我看一下什麼是很不自然的樹葉 喔 你說在動搖的那幾個人之類的嗎 你知道那叫什麼啊 風 好好好 所以阿神是 襪子很重的那種 我沒有預計 欸 老實說如果硬要說的話 是有一個 是有一個故事可以分享 在我高中的時候 我家是只有我跟我妹 還有我的爸媽一起住 某一天 我的那個衣櫃裡 突然出現了一雙襪子 那雙襪子呢 是小朋友size的襪子 但 我家就是 就是完全沒有小孩 沒有任何的小孩 就突然跑出一雙 粉紅色然後小小的小朋友的襪子 遇到這件事情之後呢 又過了大概兩三天 在衣櫃旁邊的牆壁上 就出現了一些蠟筆的痕跡 而且是兩種顏色 你這個情節是恐怖電影的情節 是真的 但是那個 它是兩條 我不知道怎麼去解釋它 的一件事情 好OK 我們順利下山了 大家可以觀察出來 黑雨特別喘吧 下山很累 我還特別怕 沒有其實我全身上下 都很繃緊的狀況 正常都一直撐著 對我一直撐著 你是會預期會遇到什麼 怕遇到什麼東西 所以我會一直很繃緊身體 剛剛大概走到下山四分之三 我才區域平 阿神有講 就想像這個地方是山區 就不是那種真正的那種廢墟 就不會感覺那麼的恐怖 所以看下一次 我們可能有機會 找個真正的廢墟 沒問題 再一起去挑戰看看 那你們剛剛下來的路上 你們都覺得正常 我想問 剛剛你真的有踩到那個嗎 樹枝 其實是收腳架的聲音 他真的是很怕耶 對 因為我好像本身 比較不容易感應到 那個我剛剛講那個 是我唯一一次 其他部分都是我家人 對 基本上之前我都全家被鬼壓床 然後只有我沒事 誰壓得動啊 你講的也有 我也是看不到的 那我也就可能回去檢查攝影 然後看有沒有什麼狀況 然後再跟你們講 好的 對 看下一次我們可能有機會 找個真正的廢墟 再一起去挑戰看看 甚至可以找個都市傳作 一起做看看 這是他們的第一次的初體驗 初女座就獻給大家 最後再等王狗揪我們了 好不好 好OK 那我們今天都市傳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大家也記得去訂閱黑羽的頻道 還有阿神的頻道 好OK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